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是这个圆 B是这个圆 然后并级是把他们两个的东西全部加起来 用我们一个实际的例子就这样 A等于123 然后B等于234 然后把他们两个并起来是怎么样的 A并也是这么写的 我不太记得 A并B是什么 是1 注意是他们两个全部的加起来懂我意思吧 全部加起来 123 4 只剩这些 为什么 有些同学可能又会问了 为什么你这里有23 这里有23 不是应该是两个23吗 应该是什么 123 234 注意啊 咱们集合有个特点 第一点特点是什么 是无重复性 还记得吗 无重复性 这咱们说很多遍对不对 所以呢 只能有一个23 对吧 所以这是并集 第一个操作并集 第二个操作交集 交集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取A跟B相同的一个地方 对吧 比如说你在追一个女生的时候 你最容易听到的话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对吧 我们都没有什么交集 我怎么爱上你呢 对不对 就是交集说你跟他一些相同的地方 这东西叫交集 对吧 同样的例子啊 我们A是123 我写简单点啊 123 然后B呢 是234 那么他们的交集应该什么 就相似的是什么 2323 那么1跟4有吗 没有 对吧 所以他们的交集应该是2跟3 这个集合 OK 然后最后一个插集 插集什么意思呢 就说我们啊 A之中 A是这个 B是这个对吧 A 这一块 要排除跟B重复的 就说B有的我就不要了 我就把 对吧 呃 就像那个什么 呃 就像那个什么来着 哎 我怎么突然间断网了 对不对 就像那个 比如说有些人有洁癖的 对吧 你碰了一下我的手 不好意思 我的手臂不要了 卡一大刀就卡进去了 对吧 然后我们举个例子 123 然后呢 234 OK 然后我们怎么去理解并解 就说插集啊 A之中 有跟B一样的就不要了 有哪个跟B一样的 这个23是不是一样 就不要了 所以这种结果是1 懂吧 就是三个集 三个操作 第一个是并交叉 对吧 并交叉 三个集 三个操作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实现的并级这个操作 并级操作其实比较简单 我们要实现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不不不 我们要有两个集合 对吧 第一个集合是A12 第二个集合是B23 然后 给A实现一个union方法 把B这个集合传进去 对吧 然后最终返回一个新的集合 作为一个结果 懂个意思吗 我再讲一遍啊 首先我们有个 用代码表示对吧 我们有 挖一个 我们有个集合A 等于 new 咱们叫set2对不对 set2 这名字有点啥 其实 set2 对吧 然后呢 A.add 什么什么我就不写了啊 反正他最终结果是1跟2 然后呢我们还挖了一个B 等于一个new 什么呢 new set s 2 对不对 然后B呢又添加一些东西 结果是什么 是2跟3 23 ok 然后下一步 我们调用A.union的方法 对吧 然后呢把B传进去 然后呢返回一个新的一个set set二类的结果 结果什么 是123 咱们要做这么一个东西对吧 这是非常符合咱们写程序的一些习惯的 好 接下来我们为A 为A 为这个set二这个类实现union这个方法 好 从这儿开始 最开始写 this.union 等于function 对吧 然后传进去一个什么呢 传进去一个other set 跟set 东西是吧 另外一个集合 对不对 好了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这个东西呢 其实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定义 定义一个变量 1 result set 等于 new set 对吧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 哎怎么new的一个自己呢 对不对 但其实 但但其实 呃我看一下啊 我有点怀疑自己了 这其实这没有关系对不对 其实也没有关系 好了 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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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哎 把自己的值 提取出来 怎么提取 还记得吗 应该什么 应该是调用自己的values方法 对吧 呃 哇 嗯 ar等于 this.value 对不对 调用了之后 就把自己的值给提取出来了 然后呢 for循环 哇 i等于0 哎 i小于arr 点less 然后呢 i++ 然后呢 result set 点add 调用 这个set的add方法对不对 然后呢 逐一的把这些元素给添加进去 对不对 然后第二步 把 另一个 集合的值 提取 出来 对吧 提取出来 然后呢 ar等于 otherset 点 呃 values 对不对 然后再通过这样一个for循环 再去添加一遍 然后最后ok就可以了 哇 return result set 就可以了 有些东西可能 哎 为什么你直接把这全部加进去了 不会重复吗 如果他没有重复了怎么办 那没关系 因为我们的这个add方法 我们在实现的时候就已经去重了 懂意思吧 就已经去重了 ok 咱们来演示一下 对吧 用这个例子 哇 a等于new set 2 对不对 然后呢 a去添加一些刚才咱们的例子里面的 a.add1 a.add2 a.add3 然后呢 再定一个b 然后呢 b.add2 b.add3 b.add4 对吧 我们控制台看结果 比如说 a.unionb 反回结果是什么 ak in害这些 stir b.addaaa able 置 a.unio 反回结果什么 应该在这样 1 Discord a.unio b 然后呢 result 看是什么 是一个新的set 然后呢 去看它的values 什么1234 我们是不是成功的把123234这两个集合并起来了 对不对 这个很简单 为什么我们先看它是怎么操作的 从咱们的代码一行一行的看起 首先我们 other set假设是b ok 然后呢this.this 自己的set是什么是a 对吧 首先我们定义了一个新的集合叫result set 我们用r来表示 然后首先 调用this.value会怎么办 就相当于直接把 就相当于a.value value 相当于把a的值全部提出来了 对不对 把a的值全部提出来了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 我不应该这么写 我应该这么写 arr等于提取出来的值 咱们实现了这个方法 是什么呢 一二三 然后呢通过直接的变力 把它全部添加到这个result set 这个变量 在这个新的集合里面来 就是这个r对吧 所以呢它里面有了几个 一二三都添加进来了 对不对 一二三都添加进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又定义了 arr等于r的set.value r的set是什么 是b 是相当于把b的值又提出来了 这时候arr变成了什么 就不就不等于这个了 等于另外一个 arr是二三四了 对不对 是二三四了 然后呢 再一个个添加 添加2 能添加吗 不能 因为存在了 咱们 咱们的add方法 是不是会先怎么办 先调用has方法 去判断存不存在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就 从根源上就避免了 重复这个问题 然后呢 添加一个3 能添加吗 不能添加 因为也存在了 因为 这个有点烦 因为也存在了 对不对 添加4呢 能添加吗 当然了 4是不存在 所以可以添加 最终返回的结果 就是1234 这么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取得 他们的交集 OK 这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方法 对吧 OK 咱们接下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操作是 刚才是b集 对吧 第二个操作是交集 intersection 那怎么取 他们的交集呢 大家先想一下 首先咱们想一下 交集的原理是什么 或者它原则是什么 它原则是a有的 同时b有的 我们才能添加到这里面来 对不对 好 首先我们把程序的 大体框架 给先实现一下 对吧 咱们会发现 这个其实很简单 this点 对吧 我主要是不太记得 这个单词 intersection 等于function 对吧 然后呢 传入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other set 作为一个参数 好 现在咱们同样 跟刚才一样 this就是代表a 对吧 other set代表b 然后我们怎么去取 他们的这个 呃 交集呢 这上面是并集 对吧 这是并集 并集 然后呢 下面是交集 OK 然后接下来 来我们要看一下了 哇一个少不了 对吧 哇一个result result set 等于 啊 咱们的new set 对不对 new set 然后接下来怎么办 是不是还得提取一下 哇 ar等于 this 点value 对不对 把他的值全部提取出来 然后通过货循环 哇 i等于零 i小于 ar 点less i加价 然后应该怎么办呢 同样的 少不了的 咱们想一下 这个逻辑应该怎么样的 咱们先不着急写代码 先把逻辑给讲清楚了 首先 我们有个result set 对不对 跟刚才一样的 咱们有个result set 对吧 等待添加的 他的要求呢 添加a跟b的什么集合 他们的交集 对不对 他们相似的地方 a是123 b呢 是234 应该怎么去添加呢 应该这样去想 首先我们 从a开始 对不对 去添加1 然后呢 在添加1的同时 我们不能直接添加进去 不能够直接添加 我先把这条路给打死 不能添加 应该怎么办 应该先检查一下 b有没有 1 有吗 有的话 咱们添加 没有呢 不好意思 不让添加 对不对 没有的话就不让添加 所以说 重点在于哪里 重点在于 我们便利a的每个元素 然后呢 去判断 b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元素 对不对 OK 再来一遍 再往后 2 检查b 有吗 有 对不对 然后应该怎么办 添加到里面来 2 再下一个 3 检查b 有吗 对吧 很明显是有的 对不对 OK 也成功通过 到resalt里面来 那我们在检查 还需要检查b的这一项吗 明显不需要了 对不对 我们只要把a的检查完 检查b中有没有就可以了 你再检查这个 那不是画舌天竹了吗 对吧 因为 并级的 交集的原则是什么 是他们两个都有 那么a中都已经没有了 你再去检查b 那也没有意义了 对不对 所以说 咱们在这里添加 ar.push 不对啊 是resalt set.add 什么arr的di项 是必须的 但是前提是什么 我们需要 通过一个检查 if utter set b中 utter set是b对吧 has 有没有arr的di项呢 如果有怎么办 resalt set就可以添加到里面来 不然的话就不要添加 最后呢 把这个resalt set给返回一下 对吧 这几个操作啊 这个并级跟交集 还有差级 可能是这个代码之中 这个set这个集合里面 为数不多 比较好玩的一些东西 对不对 前面呢 都比较枯燥无聊一点 然后呢 里面这里呢 会有稍微一点逻辑的那种运动 会有点 有点意思 好 我们再演示一下 咱们现在a是123 b是234 他们的交集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23 对吧 所以呢 咱们来看一下 a.intersectionb 对吧 然后呢 返回的结果 还是应该这样的 is等于 a.intersectionb 然后呢 is.value 看一下 是什么 是23 代表咱们代码成功了 对吧 好 再下一个是什么呢 是插级 插级的原理是什么呢 我们再再想一下这个过程啊 插级 插级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再想一下 同样 一样存在一个result 这个一个新的一个 一个集合 对不对 然后呢 a还是一样 123 b呢 还是234 ok 那么他们的插级结果是什么 在a中 它的原理是什么 在a中 把b 跟b相同的这一块 删除掉 对不对 就算把这一块切掉 那么在a中 跟b相同的也是什么 2 是跟b相同的 3 是跟b相同的 ok 咱们详细一点这个过程 对吧 详细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检查a 那么b中 有1吗 有1吗 有的话 对吧 不让你添加 那没有的话呢 没有的话 就可以添加到里面来 是不是跟刚才的 那个交集是刚好相反的 然后再检查2 对吧 检查b 有2吗 有 那么ok 不要你添加 那么再检查3 3有吗 3有吗 3有 ok 这种结果就只剩一个 那么有些同学又发现了 诶 这个4怎么又没有了 注意啊 差级是个比较特别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应该怎么样 是从a对b的差级 那么我在求b对a的差级 它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对不对 因为我们求a对b的差级怎么样的 是在a中把b的减了 求b的差级呢 是在b中把a的减了 它们两个先后顺序不一样 对吧 所以这点咱们需要注意啊 好 记得刚才的过程 跟刚才一样的啊 this点 我还是忘记这个单 difference inc对吧 inc等于function the other other set the var result set 这个是一样的对吧 result set new set to 然后ar等于this点value少不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货循环少不了 我不想写了 我复制一下 复制粘贴一下 正点在哪呢 如果b有 那就不添加 if add set add set是b对吧 has ar i 这怎么办 这说明b中有 有添加吗 不添加 对吧 所以应该在哪添加 应该在下面 没有的时候添加 所以应该怎么办 在下面 result set add add什么呢 add ar的di项 对不对 其实这逻辑的核心 就是中间这一行代码 对吧 中间这一行代码 好了 咱们来试一下结果 咱们说了 a是123 然后呢 b呢 是234 那么它差 a对b的差距 应该是1 对不对 好了 a点differenceb 对吧 又忘了 r点differenceb 点value 好吧 是1 然后我们再反过来 b点 对吧 在这里咱们反过来一下 b点differencea is点value是什么 是4 这也没错 对不对 123 234 相似的23就去掉 就剩一个 就剩一个4 这点应该是很好理解的 这个就是我们用集合 对吧 实现了一个set类之后 去玩了一下 它的集合键操作 并集 交集 以及插集 OK 这代码呢 会相对繁复一点 但是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 那没有关系啊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学习 这么一个 es6里面的一个数据结构 set跟weekset 希望大家呢 看这个会有一点 收获 对吧 谢谢大家